好 大家早安 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谈的这一个题目叫做 如果失去信任 该怎么样子来做重建呢 我不知道你现在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你心里面有没有想到谁 就是你觉得好像感觉起来 曾经可能跟他是好的 这是应该怎么讲好的奇怪 曾经可能怎么样 无话不谈 曾经可能有很多的想法是可以互动的 但是好像慢慢慢慢的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失去信任 这是一种情况 或者是说 你跟某一个人 从一开始跟他互动过程当中 就觉得对方是不值得你信任的 但是问题是 如果现在有一个重要的契机 你需要跟他展开合作 你需要跟他互动 到底失去信任该怎么重建呢 我们就来看 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 如何重建信任 第一个点 叫做重新拆解何谓信任 所以有的时候 当我们失去某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是真的失去了 或者是我们怎么定义失去的 各位 所以我们要先重新拆解 到底什么叫做信任 老师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谈 来 各位 首先我们把信任 如果定位为交付 好 这个交付当然怎么样 OK 包括的是什么 你可能某一件事情 交付给对方 或者是某一个自己的部分 交付给对方 举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 你跟他分享你内心当中 很私密的部分 有没有 这也是一种交付 所以如果我们把信任定位为交付的话 那他就变得比较实体化了 好 那我们就来看 好 OK 你会把某个部分交付给对方吗 这时候我们通常可以把信任 拆成两大部分 好 一个叫做能力 一个叫做品格 好 这是什么意思呢 各位 你现在想想看 如果假设今天我们去看医生 各位 我们把我们自己交给医生 然后医生说什么 OK 你这个病可能要做手术 那你会发现到 你信任的是医生的专业能力 对不对 好 那这个专业能力 其实不见得跟他这个人的品格 有什么相关 因为你也不了解他的品格是如何 所以你会发现到 我们今天在谈信任的过程当中 我们应该把它拆解 我可能觉得这个人的品格 不是这么的 我们这样讲高尚 但是这件事情 我觉得交给他是没有问题的 OK 好 所以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是 信任绝对不应该是什么 不应该是我可以信任你 跟不能信任你 而是我们要拆解 我们要把哪一个部分交付给他 而他是不是能够承担这个部分 然后能够完成 或者是说能够达到 各位你设定的这个想法目标 他能不能做得到呢 好 你希望他保密 他能不能做得到呢 好 各位 来 所以因此你要先思考 如果假设今天 我们跟这个人互动 我们失去了信任 到底是哪一块的部分呢 各位 这个品格里面又有分嘛 能力也有分嘛 所以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是说 你其实原来跟他所谓的失去信任 是指哪一个部分的 那他其他的部分真的不能被信任吗 OK 所以我要跟他互动哪一个部分呢 好 所以这是第一个关键点 我们重构这个所谓的这个信任 我们也可以重新的检视 我们应该怎么样子跟对方互动 那你发现到吗 老师用信任转换成所谓的交付的能力的时候 你会重新可以解读这件事情 好 来 所以因此第二个你应该猜得到 就是循序渐进 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你拆解了信任 你就发现到一个关键 信任不是全有或者是全无 所以我们常常把信任当成零跟一的概念 那当然你会发现到 这就是一种好像感情洁癖一样 或者是说 你就会发现到说 因为他怎样 所以我就不能怎样 可是其实事实上 各位这是你的逻辑上的偏误 我们来看 信任的根基 当然是来自于你的了解的程度 可是当你把信任拆解了 就像刚刚讲的 其实事实上 我要交付给他的只是哪一件事而已 或者是我要交付给他的 只是我自己哪一个部分而已 那么这个部分 各位 我真的不能够信任他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有些地方我不能信任 但有些地方我可以信任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继续跟他展开互动 好 因此你可以信任他的能力 不信任他的品格 那么这时候怎么样 关键就不是信任与否 好 听清楚了 而是什么 而是你能交付他什么 换句话说 这句话太重要了 各位一定要记得 重塑信任就是重塑价值的过程 也就是说 你能不能发现到这个人 他 我们这样讲说 他的价值之所在 就是说我们发现到 我们觉得 你可能没办法信任你的孩子 那其实 这一句话背后意思就是 你不懂得欣赏你孩子的 其他价值的部分 同样道理 你不能够信任你的另外一半 各位 那也代表是 你没有办法挖掘出 你另外一半的价值之所在 所以各位 你要记住 重塑信任 其实就是在重塑价值 也就是要你换一个角度 换一个眼光 来看眼前这个人 那你能做得到吗 好 来 再来 找出不信任的源头 好 各位 如果假设今天 我们刚刚拆解了信任 然后我们觉得 不行 老师 我现在要跟他互动的这一块 就是我觉得他缺乏的 我就是没有办法 把我现在要跟他互动的这一块 交付给他 那为什么不行呢 好 来注意听 反过来讲 如果有人 他说我没有办法信任你 各位 那你要去想的是 是不是我做了什么 是不是我展现出什么 让对方无法信任 所以 一样道理 你要去想 对方是不是他 哪一个事件 或者是 他做了哪个行为 或者是他哪一个举动 让你产生了不信任 所以你的那个不信任的源头 究竟是什么 那你要把这件事情找出来 然后呢 从这一件事情当中 根本上 各位去解决它 OK 好 无论是你要听对方解释 或者你要再去做查证 但是呢 好 各位 要重塑信任 也许 你要先把问题的源头找出来 来 第四个 叫做做好所有的防备 好 那这太重要了 有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会发现到一件事情是 一个人 是否能够信任别人 跟自身本身的能力 有绝对相关 好 所以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是 各位老师跟任何人互动 我都抱持着 从信任的角度出发 为什么呢 因为答案简单一件事情 因为我不怕他骗我 各位 因为他骗我 对我来说 所造成的伤害 也不会太大 为什么呢 因为我都会有所准备 所以这个有所准备的背后的意思 其实就是当你够强大的时候 各位你会发现到 你可以信任所有的一切 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把东西交付给别人的时候 各位 那代表的意思就是什么 代表意思就是 如果今天真的失去了 就好像我们之前问的问题 你钱借给朋友 你就要抱持着什么 这笔钱是不会影响你的 他就算不还你 也不会让你怎么样 感受到 这个我们讲说 多大的阻碍或痛苦 所以你要当做他已经失去了 一样的道理 那你就不会再在意 他到底是不是最后会还你钱了 那既然是朋友 对不对 所以你要记得一件事情 各位 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在谈信任 各位 我们能不能做好所有的防备 好 就像昨天 我们在这个 这个双银谈判课里面 我们说 好 还有一个技巧 叫做签这个所谓的 全变的这个合约 那也就是说 里面加上一些诞书 OK 你做好万全的准备 你就会发现到一件事情是 信任是可以重新建立的 好 来 第五点 叫做 从小地方开始重建 这一点 老师特别 这个要放在这里的地方就是 尤其是你跟你的家人 跟你另外一半 或者是你很亲近亲密的 你的孩子 这些 我们讲说所谓的兄弟姐妹 家人 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是 各位 当你去找到这个不信任源头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这个源头很可怕 因为这个源头是 很多很多次 这个所谓的 这个 这个 没有符合你的期待 然后或者是说 这个累积 非常多次的 这个不信任的感觉 而导致今天的这个状况 那么你就会发现到说 这个问题 其实是很难解决的 因为这个源头 不是一个单一的事件而已 好 那怎么办呢 好 各位 好 如果假设今天呢 你觉得这样子很痛苦 我讲很痛苦的意思就是说 我跟一个 我无法信任的人在一块 我跟一个 我无法信任的人生活在一起 这是一件好痛苦的事情 那怎么办 好 各位 那你愿意重新开始吗 你愿意 接受这个人 然后 从小地方开始 重建信任 好 从小地方开始的话 其实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 你能不能先降低你的期待 各位 你能不能先交付他比较小的东西 这些都是降低我们的期待 那我们降低我们期待的过程当中 我们是不是跟这个人的关系 得以重建 最亲爱的伙伴 你要想想看 这个人 他在你生命中 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讲的角色 不是他现在的身份 而是他的功能上面说 比如说举例 可以让你跟你谈心的人 可以让你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你想想看 他是不是其实他有他的功能存在 那我们 是不是能够先让这个功能的期待 先稍微降低一点 好 来 各位 那当然第六点 最后 就是 其实真正的信任 还是源自于自我的内在 如果你问我说老师 要怎么样重建信任 各位 我刚刚说过 要怎么样从对方身上看到价值 要怎么样让自己能够怎么样 有自信 觉得我能够把自己交付出去 所以你还记得吗 我们在讲阿德勒的这个 这个三元素里面 我们讲到 第一个关键是什么 各位 其实你会发现到说 就是接纳自己到信任别人 从接纳自己到信任别人 那你会发现到 我那时候在讲的时候 我就告诉你 你能够真正的接纳自己 你才能够走到信任别人 那个接纳的意思就是 你发现到自己的不足之处 你必须把某个部分交付给对方 所以你会发现到 老师做很多事情都是 我做我可以做的 其他的我就要交出去 各位 如果我太在意那些 我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 我就会没有力量 所以自信来自于你的内在 你清楚地知道 你能做什么 你清楚地知道 你应该把焦点放在什么位置 所以你会发现到 从第一点到最后这一点 你会发现到 其实就是一种 重新自我解读的方式 所以今天要跟你分享的 每日力量小语 如果你在今天当中 又遇到的那一个 让你不能信任的人 但是你又必须要跟他互动 各位 就把这一句话送给大家 是否要信任一个人 是你的观点 就看你怎么解读 但是千万不要失去信任 因为如果真的失去信任 就是盲点 各位 所以你听得懂了吗 你的观点是什么 是可以随时怎么样 去修改 但是各位 有些东西真的 它应该存在于你的内心当中 它应该一直拥有着 好不好 OK 这就是我们今天早上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今天是礼拜五 好 我们就要下礼拜一见 这两天当中 各位 老师 虽然这段时间真的还蛮忙碌的 不过有些计划 我都会如期地 慢慢慢慢地让它浮现 也希望大家 可以一起跟着我们一起成长 好不好 我们会希望 每一天都是充满期待 大家早安 请不吝点赞